最近小三的话题实在是太热门了 有嘉一世的民众接获报案说 要这个警察要来俩高 因为警察一听到说台语的俩高 因为抓奸跟抓猴子的发音是很像的 所以警察一听到直觉就是要来抓小三 那么女警还带着破门的工具跟DV到现场 后来才发现听错了 原来真的要抓的是一只 刚刚出生两三个月大的小猴子 乌闯民宅的小猴子在民宅内跳来跳去 屋主下的报警俩高 结果原警没想到抓的高是一只真的猴子 去他们家来俩高 我们当时感觉很害羞 他有说要抓前这个俩高 跑去到他们家 发现是真的高 是我们这种台湾迷猴 俩高用台语讲乍听之下还真是不沙沙 原警接到民众报案说要俩高 以为是抓小三 到了现场才发现要抓的高 真的是一只活生生的猴子 俩高到底抓什么 连原警都傻傻分不清楚 好不容易抓到猴子 屋主探头一看 还被小猴子吓得娃娃打叫 这回破例是大人物把俩高当成抓小三 虽然真的猴子抓到了 但因为听错摆了个乌龙 是不是有点入戏太深 最近有猴国文嘉义报道